记者罗林军台北报道,张军宁今日被周刊爆料惨遭导演男友林哲乐劈腿,上演床边抓奸,活呆女生传入古暧昧简讯给林哲月,怒斩两年恋情,林哲月为了挽回,否认该女是小三,强调只是炮友而已,但张军宁铁心分手,众修就好的几率微乎其微,对此,张军宁回应当我朋友好衰窝, 为婉为林哲乐解套,对于半夜被手机讯息声吵醒,一个第六感揪出林哲乐暧昧炮友仪式,张军宁表示,太精彩,网友都帮我换了三任男主角,这几年大家帮我凑对的还有少吗? 一写话没认林哲乐,也没撇清关系,他说,特别不好意思连累朋友一直上新闻,之前写别的朋友的绯闻也是,当我朋友好衰窝,我又要去跪求道歉了。 张军宁经纪人则表示,因为没有任何的证实,就是一个东凑西拼一个瞎报道,十分离谱,张军宁否认遭劈腿,称林哲乐是朋友。 资料找,记者赵世勋社。